大家好 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签证身份延期和返回美国 那大家知道呢 这个现在中国的疫情 以及这个政策和以前不一样 是吧 那你如果说要在美国办理 比如说B2签证延期 或者签证身份转换 那需要的文件啊 或者理由啊 论述解释呢 也需要相应的与时俱积 要有一些变化 同样呢 还有一些人问到我们说 那过去因为疫情等等原因 持绿卡在中国已经待了超过一年 或者超过两年 那现在我要想返回美国 应该怎么办啊 所以总之呢 那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有的人呢 希望能够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 要在美国办延期 有的人呢 在中国已经待了相当的时间 现在要返回美国 那我们在这里统一来讨论一下 怎样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先说美国的签证身份延期 比如说啊 父母来美国探亲 看望子女 然后有的时候呢 包括有在美国出生的孙子女啊 然后要来照顾或者看望 然后呢 也有一些人 因为其他原因 比如说孩子在美国上学 父母想要陪同啊 或者说 其他的原因吧 那像这样呢 好多人用B2签证入境美国 但是B2呢 一般只能给六个月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 他需要办理延期 有的人呢 一次延期不够 还要办第二次 第三次啊 像这样的延期 这方面呢 可以参考我们已经写的 其他一些这个 我们律所的专栏文章 讲到一般的要求 那么现在呢 到2023年呢 这个有一些新的情况啊 那比如说 有的人过去呢 延期的理由 讲到说 因为中国有严格的封控政策 回到中国要隔离很长时间啊 然后呢 也很不方便等等啊 那现在呢 这个政策改变了呢 那就不好的 继续使用这类原因了啊 那有的人讲到 有一些新的原因 比如说 现在中国感染率很高啊 然后呢 有的退烧啊 或者说是治疗的药物 不容易及时取得啊 然后呢 医院的床位也不容易取得 所以呢 这个现在如果返回呢 有这方面的现实的健康的风险啊 那可以考虑呢 如果符合个人情况 从这方面来论述 尤其是对于年龄比较大的人 可以讲到 那一般你要延期嘛 要有几个要点 对吧 第一啊 延期的理由啊 那我们前面讲到 对吧 那有的人呢 就笼统的说 因为疫情的因素 这个呢 恐怕不是很合适 第一呢 太空洞了 那疫情呢 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 三年以来 发生了无数的转折变化 不同的国家也很不一样 是吧 笼统的只讲到 因为疫情因素呢 可能不够有说服力 然后呢 这个再说呢 像这样的理由呢 所有的人都可以用到 对于个人呢 还是可以有一些别的具体的情况 比如说有的人年龄大了嘛 总有一些慢性病 基础病 高血压 糖尿病 或者是其他的 哪怕没有别的 对吧 可以像我一样 这个也许有体重超标 或者说其他的问题 等等 那么就是说呢 可能是属于所谓的高危的群体啊 可以讲到自身的原因 除了这个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原因以外 第一你为什么要延期 那有的人说 我延期了 好在美国帮着照顾小孩子 这个大概不太合适的吧 用必签证呢 那理论上 你不应该能够工作 那有的人讲到说 我希望能够陪同家人 能够多去一些地方旅行 那这个呢 可能就是比较好一些的原因 那除了这原因以外呢 那你需要证明 有足够的财力啊 能够支持这一段 在美国的生活 这个呢 可以是个人的银行账户 子女的收入 子女的存款 等等这些 要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 还有呢 那需要讲到呢 就是说 我们有要离开美国 这个返回原居住地 中国的这样的想法 安排 那你要有相应的书面证据 比如说 有的人订了机票 后来取消了 有的人没订机票 哪怕他询问过 卖机票的事情 那这也算是有一个表示 对吧 有一个动态 有这样的email联系 也可以作为有的证据 因为前一段 可能有的机票不好买 要取消了 哪怕你问过 这个也是一个 相应的书面的材料证据 或者呢 有的人讲到 我在中国呢 还有其他的这种联系 比如说 我有房产 房产证 我还在付水电费 物业费 有相应的证据 那我在中国的这个资产啊 这些是 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来放弃 这样呢 我和这个顾客 还有这样的联系 所以总之这几条 要延期的原因 对应的财力证明 还有呢 要离开美国的一个想法 意向和对应的证据 有这几条 表现好了呢 材料 论述清楚 那么 根据我们看到的情况 延期第二次第三次 就更久了 都有可能 当然另外呢 延期要及时提交 不能说我交上离的申请 移民局好久没批 这攀顶 我也就没事了 我一直等着就是了 那不行 那你比如等了一年 移民局批下来 给你延期半年 对吧 那你批下来的时候 这个延期的时间已经过了 那你到时候怎么办呢 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呢 你这个延期半年 到这半年还没有动静了 那就需要提交新的延期的申请 想要注意 有的人讲到呢 那我提交了延期申请以后 如果一直没有批 我要离开美国会怎么样 那个我们此前也讨论过 如果离开美国呢 一般来说 这个延期申请会被拒 但是因为你在美国生活期间 一直有延期的申请在判定 所以一般来说 不会算是积累了 unlawful prizes 可以不影响下次再重新入境美国 如果说呢 我想要更长时间待在美国 待好几年 那这个呢 用B2演气的不太现实 一次演六个月呢 你要演多少次啊 那一个办法呢 可以考虑转成F1学生签证 我们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被录取以后 那么可以相应的TTL539申请 转签证身份到F1 那么一个人转F1就可以 其他的家属 比如配偶和孩子 可以转成F2 然后也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如果是孩子呢 也还可以上美国的公立中小学 没有学费等等 这个呢 是在美国延期的问题 那另一个问题呢 和这个相对的呢 是比如说过去啊 因为担心美国的疫情啊 或者因为要照顾家人啊等等 那我离开美国 回到中国生活了相当的时间 后来呢 中国有的时候风控啊 现在又都放开了 有不同的限制和风险 那现在如果想要返回美国 但是看到我已经在中国待了两年 或者更长时间 那怎么来解释 这个一样呢 这个不能是太笼统空洞的解释 比如说啊 因为疫情因素 我在中国就待了好几年 这个太简单了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用 对吧 那你要讲呢 针对自己的特殊情况 比如说 哎 对吧 以前我们讲到过 有的我的亲戚啊 对吧 朋友 或者有一个猫啊 我关注的生病了 对吧 我要陪伴了 对吧 照顾 你要有相应的医疗的记录啊 对吧 这样呢 那你这个 所以这就是我具体的 在中国有这个business 有这个事情 一时不方便返回 对吧 来到这个说明 然后呢 或者说一样 我问过机票的事情 但是过去机票不好买 或者说护照延期不好办 或者说因为 风控限制这个旅行 我不方便出境旅行 啊等等 那有这样的具体的理由 更有说服力一些 一般来说呢 就我们看到的情况 这个事情分成两步 第一步呢 你要顺利能够登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这个呢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CBP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相应的文件 可以用来作为参考 然后呢 如果说 航空公司不让你上飞机 可以相应跟航空公司解释 然后呢 要求对方要和CBP联系 要克服这一步 然后呢 上了飞机以后 抵达美国 也能够顺利入境才行 这个呢 一般来说 你到美国呢 如果说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明啊 我们看到很多情况 即使离开美国 已经一年多了 两年了 还是可以重新入境的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是相当特殊的情况 但是呢 一样你要有一个 足够的respect 充分的解释 不能说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呀 我要在这里大闹一场 对吧 那就不行 那你这个要 根据理性的角度 一个合理的解释 同时呢 对方如果跟你说 你这样不行啊 入境以后 还是要放弃旅卡 还会收到notice to appear notice to appear 等等 挖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呢 一般来说 先答应下来再说 实际上呢 入境美国 过了海关 进入美国境内以后呢 各种情况都比较好办 入境前呢 会有些问题 还有呢 这个此前 你也再三提醒过 对吧 有人在一个电子器件 也讲到说 哎呀 我真实原因是什么什么 其实我就跟他们说 是什么什么 你看我就把他们给骗过去 好不好 这个你知道你入境的时候 你的手机啊 什么电子设备 也可能会被查的 对吧 这些呢 当然要一个很简单的 相应的要注意啊 要有一个 事先的一个准备 另外呢 就是说 要能够取信于人嘛 从这方面 对吧 你事先准备充分了呢 不管是在美国延期 还是在中国待了 相当长时间以后 要再返回美国 应该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需要事先认真的 准备规划好 那么如果说 万一不让入境怎么办呢 我们下一个视频呢 还可以再讨论一下 这方面的例子 包括呢 后来又翻盘 取得成功的 这个成功的案例 好 谢谢